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谁啊 大半夜 姑 如果您摔着了 这事不就大了吗 姑 我这什么都有 您要点什么 我给您送过去吧 您吃不吃果子 我给您送点果子过去吧 好不好 转头啊 你十四岁姑 就把你带到锅去了 姑对你亲不亲呢 亲 当然亲了 您怎么能说这个呢 您不是一直把我当儿子看吗 怎么能不亲呢 好 既然你知道亲就好 就说明姑没做错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也想说来着 我丢了一件逐步长衫 可是话一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 我想我这话一出口 就收不回来了呀 我得给我折留条路啊 姑啊 我怎么越听您这话 我越糊涂呢 干头啊 你要是再执迷不悟 那你在过去就干到头了 把你姑父的竹布长衫拿出来 不是我拿的 竹布长衫不是我拿的 我不知道在哪儿啊 你怎么管我要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知道 姑 姑 干啥 拿出来 我自己看 打开 看 都不是吧 不 我知道您爱生火气 可我 再怎么不好也是您辗啊 是不是 我衣服都在这儿呢 哪有什么竹布长衫 都在这儿呢 您要不相信您再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啥 这是啥呀 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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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千万别告诉他们 我就是太想我姑父了 姑 想你姑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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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现的东西 来 那幅外戏一样也不能耽误 好的 三天以后再回来 谢谢 郭先生 来来来 大叔 怎么样 烧退了没有啊 好 好 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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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把玉眼王丢了 那咋办呢 小偷偷走了 就是为了钱 往后呢咱都留着点神 要是知道了 再把它买回来 不就是损失些钱 有啥法子呢 你忙你的吧 诶 好 贺明啊 哦 来啦 咋的 让我爷丢了 啊 这可是老爷子一辈子的荣耀啊 我绝饶不了他 贺明啊 我知道是谁偷的 谁啊 砖头 这个臭小子 老爷子的竹部长山 还有那个大凤的那双旧部鞋 我就在他那搜出来的 要不我把他叫过来 你审审他 还不用 这个小兔崽子 要真是他的话 我非学的戏文里边 那个包卿天 大衣灭亲了他不可 哎呀 他辜负一辈子的荣耀 他都敢偷啊 华娘 你不是审过他呀 也搜过他吗 那白玉药王不是没有吗 是啊 这样吧 今天呀 你叫砖头回家去 咱在他屋里好好找找 要是找不着 那就说明不是他偷的 你这是啥意思 这么说吧 偷不就是为了卖吗 那白玉药王那么大 那么沉个东西 又是逃返的时候 砖头能认识那么有钱的买卓 再说了 这砖头是咱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顶多也就是偷个衫啊 偷双鞋 他不敢偷药王的 这个小偷到咱家来啊 他肯定就是为了偷药王的 你看咱家啥东西都没丢 是不是 砖头啊 是受了小偷的启发 只不过是想弄点好处罢了 那咋办呢 就照我说的办吧 那我就找他说去 您就照我说的意思说啊 好 我去了 您可千万别再跟他说 白玉药王的事 只是看着他 空着手出去就行了 好 我去了 我去了 老彩啊 砖头家里有些事 得回去几天 咱家的活你干着 行 行 辛苦 花娘 我看着砖头走的 他什么都没拿 我听你的话 没审他 也没撵他走 可是这屋子里边 他也没有啊 花娘啊 这可是老爷子 一辈子的荣耀啊 咱们家什么都能丢 就是白玉药王不能丢 可是偏偏丢的就是他 要是抓着这个贼啊 我非上去咬他两口不可 您别再难受了吧 从今儿起 咱家上上下下 都惊点心呗 看着要是有谁卖 咱筹钱把它买回来 行不行 可他要是不卖呢 小偷哪有 不卖东西的道理啊 他图的就是钱 也就是这样了 现在这是啥时候啊 您不也都看见了吗 日本人在咱家门口 杀人放火 那什么事不干哪 倾刻间这人命都没了 咱这时候啊 一家人只要安全 丢了啥都没事 是啊 这倒也是啊 这段时间超超超的 超超我的心都乱了 贺明啊 有个事我寻思了一阵子了 寻思来寻思去 那我还是跟你说了吧 啥事啊 这么重要 是有点重要 你要是觉得忠意呢 就忠意 要是不忠意呢 就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咱们娘俩呢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好不好 好 您说吧 我是想啊 你看今年大凤也十六岁了 来咱们家也半年多了 我是觉得这孩子 知冷知热 也把家 在咱们国家上上下下 关系出得也都不错 嗯 别的不说 就说他来之后 我就从来都没犯过病 人也吃胖了 再说咱们心啊 也整天就是要姐姐抱 姐姐抱 按说他爹呀 给咱们家是想让她当个丫鬟似 可是咱们国家 谁也没把她当丫鬟看 再说这兵荒马乱的 不安定 我是想着这么一大闺女在咱们家 她也不方便呢 我是想啊 要不就让衣衫 把她收了算了 一来呢 她在咱们家也方便一点 二来咱们国家 人口也不多 衣衫今年都四十三岁了 你看就保这么一个 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常说 家有三生不怕穷 一是读书生 二是织布生 这第三生啊 她就是孩子的哭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一听见孩子的哭声啊 就觉得心里边特别地甜 我知道了 可命啊 那你就得多担待点儿了 都是为了郭家嘛 你就得受点儿委屈了 我再跟先生商量商量吧 是吗 哎 芸先生 有事啊 忙去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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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啊 你就匀了花娘吧 她 她这是胡闹呢 替这干啥呀 她是家里的家长呢 我一想呢 说得也在理 一呢 要是你取了大份 往后家里有个活啥的都好说 再者 咱国家的人 是少了点 你还年轻吗 他还更年轻啊 我今年四十三了 大奉才十六岁 我这不是糟蹋人了 那你说咱爹四十四岁的时候 娶的花娘 那算不算糟蹋人啊 那 那不一样 咋不一样 咋不一样 花娘是没家了 他爹又天天来闹 花娘要是不嫁给咱爹呀 他就要去上吊 可 大奉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有家 再说 牧羊长爹不错 也不是非嫁我不可 再说 再说那刘先堂 他又该骂我了 那国一山给人看病 不要人家的钱 要人家的闺女 这 刘先堂 刘先堂最不适人了 我都没跟你说 早先的时候 他还让孙叔 给他三岁的儿子说没呢 说的谁啊 大奉呗 你听错了 是说给他自己吧 没错 就是给他三岁的儿子 刘永旺说的 那 那是胡闹呢 他这是想恶心咱呢 你想一想 老采啊 为了报答你 把他的闺女送来了 可是刘先堂 想给他儿子说没 那三岁的孩子 能懂个啥 他这是一箭双雕 既恶心了咱 又毁了大缝的青春 你没答应吧 我哪能答应啊 你们这事啊 是花娘提的 花娘她多管闲事 提这干啥呀 她是家里的长辈呀 我想着 也有道理 你也这么想啊 我不管了 你看着办吧 这可是你的事啊 咱爹早就有安排了 叫啥都听你的 是她啊 没有 我看看 花娘 花娘 够了 把那茧子提给我 把它蹲起来 哇 静下来 妈 porque 不 姐姐 姐姐 你给我修朵大花 这个给你玩 谢谢姐姐 去玩吧 孙叔啊 咱村东头不是还有两块宅基地吗 您哪 帮我操办操办 我想啊 在那盖两间草房子 该用啥用啥 该砸给工钱就砸给工钱 最后回来一块算 那好 您要是放东西呢还是要住人哪 当然是住人了 往好上盖 那好嘞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操办去啊 大凤啊 哎 先生 你跟你爹说 叫链鱼啊 明儿别去要饭了 你给他缝个书包 明儿让他跟宝一块上学去 学费由家里来付 这 这怎么可以呢 你说去吧 哎 先生 心 乖啊 爹 娘 哎 瞧瞧小姐 大凤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再叫我小姐了 咋就记不住呢 你叫我郭乔乔 或者乔乔都可以 哎 哎 我爹呢 在里面呢 我找他们去啊 走 谁啊 乔乔 奶奶 好气的丫头 都好几个月没回来了吧 把奶奶都想死了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奶奶 这是我同学刘宝瑞 奶奶好 我好像见过她 哎呀 我孙女是我带大的 小时候可淘气了 老是让我背着 死活也不下来 都快把奶奶累死了 哎呀 奶奶 哎 奶奶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俩都快饿死了 奶奶这有好吃的 来 奶奶看哪好吃的 走 走 走 不行不行 她哪是念书的料啊 成天到处乱爬的 娘 难不成 您让年鱼跟您一样 一辈子什么都不知道啊 云先生让她去念书 您同意了不就是了吗 告诉年鱼 要好好念书 争取念个模样出来 念书识字 哎呦 老天爷啊 这哪是咱们穷人家的事嘛 娘 您就同意了吧 娘 喝点水吧 就让她念吧 你说让她念就念吧 啥 奶奶 你说的是真的 有啥大惊小怪的呀 还读书之理的人呢 连这个都不理解呀 我不理解 这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都是新生活了 男人不能再纳妾了 奶奶 我爹他都四十三了 大缝才刚十六 我爹整整比他大二十七岁呢 这生活能幸福吗 行行行 快 给同学 来 怎么不幸福啊 你爷比我大二十八岁 我不是挺幸福的 大人的事你不懂 就别跟着瞎掺和 知道不知道啊 不行 我找我爹谈去 再找我娘谈 最后再找大缝谈 我要是说不通 我给我瞧瞧 就永远不进这个家门 来 宝瑞 你吃 瞧瞧 你回来 这孩子多任性啊 瞧瞧未能阻止父亲的婚事 固执的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奔赴抗日前线 不久 平乐镇镇宫所通知说 瞧瞧过铁路时 被榴弹打死 好了 放了血就回来啊 嗯 嗯 哎 娘 今天俩哥回来不回来 今天星期六 他当然回来了 哦 今天哥回来 何兵啊 也不知道为啥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我就偷他 哦 人一辈子 要犯很多错 有些错是可以改的 可有些 再也无法挽回了 你说 那时候 那时候 我们为什么 谁都不听瞧瞧的意见呢 先生啊 你不要说了 这个不怪你 谁也不怪 可是 你想想 他爹要娶媳妇 他非得管 那你说管 就管吧 咱家里谁也没怪过他呀 他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 咋能啥事都听他的呢 是不是 他的脾气倔 这一堵气才跑的 你娶大风 跟巧巧的死没有关系 咱巧巧 是在你娶大风的几个月之后啊 去延安的路上牺牲的 你就是不娶大风啊 他也会去延安的 你说的我都知道 可我就是不能想这些事情 巧巧一落地 他娘就死了 他喝羊的奶 吃嚼的磨 虽说全家都对他好 可他毕竟是个苦命的孩子 好了 好了 别难过了啊 这些事都过去了 别想那么多了啊 花娘 花明啊 咋了 今天 这大缝不是已经蒸了馒头吗 等宝放学回来 就让他带着弟弟妹妹 去坟上上个供 今年大人就不去了 我去心里边也难过 一晃六年了 要不瞧瞧的孩子 也该这么大了 他跟大缝一个属下 好了啊 快走 快走啊 白政委 你掩护老百姓 我来打他们 好 跟我走 快 鬼子来了 跟我上 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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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快 相信们快 快 爹 有客人来了 还有一群大马 关先生 赵先生 好久没见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位重要人物 白政委 白政委 伯父 伯母 是我呀 我是小白 白挺松 乔乔的同学 快快快 进 进屋吧 进屋 进屋 你快去 伯父 伯母 我现在也是游击队员了 我说白政委呀 您是哪儿的人呢 赵大哥 你知道 我是东北满洲里的 什么伯父伯母的 我不管你们满洲里叫什么伯父伯母的 现在在哪儿啊 来河南了 就得入乡随俗 别再叫伯父伯母了 得叫爹娘 知道吗 也就是说 以后郭巧巧叫什么 你就得跟他叫什么 咋回事啊这是 不不 是我啊 没给说清楚 是这样 我给介绍一下啊 这白政委啊 是从延安调回来的 现在担任我们游击队的领导 他来之前呢 经过组织批准 跟郭巧巧同志 刚刚举行了婚礼啊 啥 是 郭巧巧同志 跟白鼎松同志 经过组织批准 他们俩结婚了 我 对 你把照片拿出来啊 快快快 快 快拿过来 伯父 伯母 是乔乔 乔乔没死 谁说乔乔死了 快快快 你 你 看看看看 对不起 乔乔 乔乔 小白 镇宫所来通知说 乔乔在过铁道的时候 给榴弹打死了 我们都祭奠了他六年了 没有 伯父伯母 乔乔去了抗日军政大学 三八年乔乔医到延安 就去了前线 跟着白秀恩大夫学医了 这都怪我们 没有及时和家里取得联系 只是条件困难未能如愿 哎呀 哎呀 伯父伯母 廷松 从小就家破人亡 没了爹娘 乔乔跟了我 请二老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乔乔 也一定会做到做儿女的孝道 现在我有爹娘了 有家了 爹 娘 廷松在这儿 给您二老叩头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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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起来 快起来 起来 哎呀 快起来 起来 爹 谢谢你 小白 哦不 女婿 你是爹的好女婿 爹 谢谢你 谢谢你小白 你来得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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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哎呀 哎呀 你家里有酒吗 有有有有有有 我去拿 拿酒了 拿酒了 我去拿啊 哎呀 哎呀 是不是可以喝点酒 我的好女婿 花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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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乔没死 乔乔没死 你说啥 乔乔没有死 刚才来咱家的那个 白 白挺松 就是乔乔的丈夫 是啊 我的乖孙女 我的小乔乔 自她落地以后 就是我这个奶奶 一口磨一口磨 把她为大的 打小她就没有娘 你知道吗 奶奶想你啊 我 我一直以来 都觉得对不起乔乔 乔乔反对我和先生结婚 我们刚刚结婚 求求她 乔乔没死 花娘 乔乔没死 是 她真的没死 以后就不用再为这件事 难过了 奶奶都不敢想 郭先生 云先生 为了另爱郭乔乔和挺松 他们俩结合 咱们共同喝一 来来来 喝喝喝 爹 娘 喝吧 喝吧 啊 喝 娘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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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菜 吃菜 第一转眼哪 不明 倒酒 对 我们的抗日战争进行了七年 来 日本鬼子 娘 我来 已经是强武之目 不用 不用 我来啊 他们为了 挽救必将灭亡的命运 他们呢 要 打通 从东北 到东南亚的路上交通 就已经调集了步兵 骑兵 装甲兵和航空兵 近十万人 准备进犯啊 我遇袭洛阳 还有同关 我们游戏队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扰乱敌人的后方 使劲地搅和他们 娘 让他们吃不好喝不好 来 娘 甚至让他们连撒尿都不得安生 爹 娘 赵司令他们发明的战略战术啊 特别厉害 不仅要选择好的伏击地点 还有选择好的伏击时机 如果说我们是在早上射服 那游击队一定要在东边 把小鬼子全放到西边去 这么跟你说啊 这帮鬼子最怕跟我们这么干 你们想想 我们从东边打他们 连子弹的落点都能看见 第一枪打不上 第二枪准射中 可这小鬼子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朝着东边 太阳刺着他 那眼睛还看不清目标 这小鬼子来到咱们的地面 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就是 来 吃菜 吃菜啊 好 好 赵文哥 来来来来 你跟我爹我娘说说 昨天晚上 咱们是怎么打小鬼子的 又打了 来来来来 咱喝一杯 来来来 好 昨天晚上 我得知有一个班的鬼子 住进了陶村 我就派出了五名战士 马上去骚扰他们 他们刚刚睡着 啪 啪 啪 就给他几枪 他趴起来追我们 我们马上撤离 等他们回去以后 我们又去骚扰 就这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一下子到了后半夜 这个时候 没想到 来了个猪头小队长 他自以为他多聪明啊 他很有把握地对他部下说 你们知道吗 这些都是一些 头半路的杠谎 没有攻击力 你们疼疼地给我回去睡觉 就这样 他们还真的回去睡了 这一睡着你才怎么着 我派出了爆炮员 把五颗手榴弹捆在一块儿 放在他们的窗上 咣的一声 把那屋子都给炸塌了 死了八个 剩下的都投降了 来 来 为咱们游击队的胜利 干杯 干杯 来 来 来 对了 这个玛丽奇最近 有没有来过 前几天他还来过呢 还是为了四处搜寻那些古董 你找他有诗 因为这个意大利啊 跟日本是盟国 这个玛丽奇啊 要是只是为了古董 我们可以不惊弄他们 要是发现他和日本人有来往 或者日本人的什么行踪 还请先生通知我们 好好好 你们来无影去无踪的 哪儿找你们去啊 写上纸条 把他放在村东头 土地庙的大香炉的下面 好吧 可靠嘛 太可靠了 好 来 咱们 为了郭先生的女儿 视而复得 也为了 你们二位 身体健康 咱们喝一杯 好 谢谢 谢谢 爹 来 来 来 谢谢 谢谢 这杯酒 就当喜酒算了 我祝您二的 祝您身体健康 不不不 你喝你 娘 来来来 祝您身体健康 好好好 来 来 来 买下 好 娘 寄人 放心回来啦 贺平 这壳的酒 我一直没起来喝 这今天高兴 谢谢啊 老家 快小高兴 小来 谢谢 真香 我哥在等他在笑编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快吃饭了啊 来来来 喝酒啊 爹 快 进来吃饭 先生 好好好 这么多菜 娘 今天有啥喜事啊 是啊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是很特殊很特殊的日子 啊 差点给忘了 今天是我姐的忌日 是你姐的忌日 可是今天 孩子们 你姐还活着呢 啥 她在延安 早说呀 你瞧瞧 我说什么来着 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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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说我姐 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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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不相信 我姐是谁啊 复旦中学学生会委员 干部 能死吗 炸弹炸神也不能炸她呀 姐姐没死 姐姐万岁 太好了 你还没说呢 万岁 来 来 爹 今儿这么高兴 要不我陪您喝两杯 好啊 来 好 好 我爹的头发 有一半都是为我解白的 我今天要让这酒 把我爹的头发喝黑过来 你说咋喝吧 爹 你说咋喝就咋喝 让我娘当中间人 来了 敲一杠子 猜没 猜没 你啥时候学会猜没了 跟你学的 好东西不学 跟爹学还不好啊 爹 太没了 太没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吧 来了啊 好 他们喝他们的酒 咱吃咱的饭 人家好啊 六六六 人家满满啊 嗯 和鸣啊 给乔乔写信 就说 就说得支持他 为了民族大业 好好努力 好嘞 哟 小心小心 哟哟 慢着点啊 哎呀 和鸣 快去写啊 快去写 一定要写啊 给乔乔写信 和鸣 和鸣 哎呦 你别起来 你起来干什么呀 去把大丰给我叫来 叫他来干什么呀 他带着孩子早睡了 哎呦 睡了也把他给我叫来 我有话跟他说 哎呀 有啥重要的话呀 你不就是要给他改名吗 你怎么知道的 哎呦 你都念到两遍了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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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看怎么样 好不好 先生 不改了 改 为啥不改 采凤鸣 就叫这个名字 云鹤鸣 采凤鸣 一鹤一凤 好得很 凤鸣 这标志着你 我在乔鸣这件事上的解脱呀 你想想 那时候 一听说乔鸣死了 我们俩煎熬得死去活来 我就是 在那几天里 一下子钻出白头发了 好好 先生 我听您的 改 来 好 好 凤鸣 凤鸣 来 来 彩凤鸣 大凤 叫哪个好啊 几世好几的人了 说改名就改名 像小孩子一样 耶稣是为你们受难 受难在一个十字架上 耶稣心里只有爱 他心里只有你们 你们要记住 耶稣是为你们而受难的 马雷西先生 我想入你们的教 你想入我们的教 对啊 你不行 你太坏了 马先生 我有古董啊 古董 你早说嘛 第一 我要信耶稣 第二 我还要说古董 是啊 什么样的古董 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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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真的有 马先生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佛头那玩意儿多珍贵 谁敢动啊 不敢不敢 这个你喜欢吗 还有什么呀 这是真正的何天狱 租有两百年的历史 这个我要 嘿嘿嘿 马雷西先生 这个我可不能给你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啊 不过我有一个叶狐 你要不要 叶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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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狐是什么 装料的呀 逸干 哈哈 yeah 这是耶稣 不是逸干 抢车幹 她的眼睛都放光了 是啊 我看她呀 传教是假 掠夺我们祖先的宝物 那才是真 而且那个龟一山 跟她打得火热 你说他们在一起 到底干了什么 羊鬼子 从我们平安镇滚出去 龟一山 你到底跟玛丽奇 狼狈为奸都干了些什么 耶稣心里真有爱 而你们 要感谢耶稣